好,那很高兴的过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然后如果在场的朋友可以试着扫这个QR Code 那如果扫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 可以手动建入这个网站slido.com 然后输入10210就可以了 那在Teams上面的朋友应该也可以扫到QR Code 那如果不行的话也一样 就是开另外一个浏览器视窗 然后输入slido.com 然后再输入10210 如果已经在上面的话可以试着打声招呼 那我的演讲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有十几分钟里面 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任何朋友的留言 大家可以看到是匿名的 那任何人都可以说 好比想说你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为彼此的问题 或者是发言按赞 那按赞的数量越高的又越会跑到上面去 那这样我就比较知道说这是民主的原则 就是比较多人 想要我就是讲这样子一个话题 那我是中间不会有简报 因为透过Teams现在也不会分享简报 那但是如果是随时在现场的朋友 想要举手发言的话 我看大家桌上都有麦克风嘛 所以就随时其实不举手也可以啦 就直接按个键就可以发言了 那在现场发言的优先顺序是高过slido上面的 那如果线上的朋友要举手的话 我刚已经在远端测试过了 按举手大家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在远端一直想要举手 然后一直先来这边跟大家说抱歉 会晚五分钟到 那所以在线上的朋友的话 可能就是主要是以slido的发言为主 那如果但是线上朋友的好处是可以尽量去就是别的网站拉票啊什么之类 就是去充那个按赞的数量 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那有15位朋友这个是称赞我说这个我很帅 那谢谢谢谢大家 那这个留言也很帅 但是我这不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说起来 那是一位朋友们说这个谢谢我 那刚才其实在介绍我的时候 我还是可能for the record 就是口罩地图并不是我的发明 他是台南一位叫做吴展伟 好想工作室的吴展伟 后来是有一个交警民众 是他们的发明 那但是为什么后来算到我头上 其实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的过程是这样 就是他不是靠着政府的任何的政策 他们是自己觉得说 在LINE群组里面 很多的亲朋好友在那边po 这个药局还有口罩 那个便利商店卖完了什么 很麻烦嘛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做这个地图的能力 所以他们就做一个叫做crowd source 群众外包的一个方式 让本来要po到那个亲朋好友LINE群组的 都可以跑去那个地图上面 去及时回报说 这个还有存量 这个没有存量 那这个就上了新闻 我是上了新闻 然后看到Howard就是吴展伟 上一个叫G0V 临时政府的频道说 他不小心这个就上新闻了 上了新闻之后 他就欠了Google60万新台币 因为他本来只是做给他亲朋好友做 他并没有想到会上新闻 可是一上新闻 大家都会去用他的这个服务 那Google这个地图的服务 转地址的服务是要钱的吗 所以他一下子信用卡就刷爆了 所以他就上G0V说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当然我的主要的贡献还是帮他去跟Google谈判 最后Google就免了他的债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就发现其实群众外包 他只有在大家都很在意资料品质的时候才是准的 那如果是在某一个地方的药局 其实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在做回报 那很可能他早上回报 其实到中午的时候已经不准了 但是也没有人来贡献这件事情 所以就会变成大家会扑空嘛 他看早上的讯息觉得还有等等 所以我们这边的贡献 其实不是像传统上面说 政府想到一个政策 然后民间去实行 是相反的 是民间想到一个政策 然后我们好像是反向采购一样 变成我们是无产委的厂商 就是他说我们应该要每30秒更新一次口罩的存量 我们本来每10分钟才更新一次的 我们就立刻调整成每30秒 那他说不是只有药局 包含卫生素也要 我们就立刻去调整 那他们后来有非常多的人说 那我们只有在都市里面的药局比较容易到 那如果在偏向他要付出不成比例的交通成本 那我们就趕快去调整说便利商店也加入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可能主要要感谢的并不是我 我只是大家想到这个创意的时候 把大家的创意可以汇聚成共同价值的一个空间而已 就好像现在这个slido 如果有很好的问题冒出来 那也不是我在这边设定简报设定议程 而是提出好的问题的朋友 然后以及勇于积极拉票的朋友 所以我是觉得是 就是讲说口罩地图或什么是我做的 我还是一开始要先讲一下 就是我只是让他有个空间可以去结合各种不同的创意而已 那有11位朋友这个问说 想要听教育改革的议题啊 很棒 那不过到底要是教育改革哪一部分呢 我自己小的时候听到教育改革 我想到的大概主要都是现在会叫实验教育 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叫做自学嘛 在家自学 机构自学 团体自学等等 我自己是14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跑去跟我的校长说 我现在找到一个很有趣的研究题目 就是为什么在网路上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一拍即合 但是又很容易一言不合 就是所谓的swift trust and distrust的这个题目 那在当时1995年 其实资讯社会学等等的学们都还没有非常的确立的情况下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研究这个题目 但是我就知道 全世界的朋友对这个都很有兴趣 反而是我们的国中也没有在教 那我附近的大学也没有在这儿教这堂课 所以我就跟校长说 我大部分时间是要在网机网路上面去做研究 那这个很花时间 所以我不想一天只花下课后的8小时 我希望连上课的那8小时也可以来做这个研究 一定要16小时 后来校长听了 然后他就说好啊 那没问题 你明天就不用来我学校了 然后所以我就等于就当场中错 但是在校长的保佑之下 那在当时我或者是曾雅妮 我们有几个人了 大概都是在校长保佑之下 去进行了自学的工作 那后来就发现说 我们这样子自己找到题目 然后自发的去跟全世界互动的这个做法 说不定在体制里面的学校也可以去使用 那就不一定是实验学校 就是所谓的就是教育实验 不一定是实验教育 那所以后来我们在所谓的体制外的这些想法 那我也担任了12年国教科发会的委员嘛 我们就把它写进了课纲里面 所以在新课纲里面 可以说是已经把前一个阶段实验教育试出来 因为实验不一定成功啊 就比较成功的部分 自发互动 共好等等的这个部分 不是用外在的这种评量 人跟人的竞争 而是用内在的素养 就是你自己找到什么方向 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别人跑你的那个方向 反而是说各个地方不同的人 想要解决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把它锯成这样子一个学习圈 而不是每个班级的人好像硬要在固定的跑道上面去比辞 互相比下去等等 那这个大概都已经写进了新课纲里面了 那如果问我说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哪些可以做的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在这两年的疫情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跨界 跨领域跨世代等等的学习 我刚刚是说要解决同样的问题 会有相同的价值嘛 那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现在全人类整个地球上面 大家都面临相同的问题 有类似的这个挑战 那我们这边想到的一些做法 像刚刚提到的这些口罩实名制等等的做法 大家都可以用 全世界都可以用 所以在以前可能关心气候变迁的 可能是住在比较小的岛上 或者是说他们那边的农作 或者是生活环境 很容易一下子被气候影响 但是在住的比较大的规模地方 可能就觉得这个禁令啊减碳 可能是下一个世代的事情 在疫情前是有一种种不同的urgency 就是每个人的急迫感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个题目 但是因为疫情在每一个地方 跟另外一个地方 不管中间差几个时区 大概都只有两三个月的差距 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或他们现在的状态 那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想说 我们三个月前 他们三个月后 会不会是类似的状态呢 所以就变成是全世界的学习圈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解决 全世界共同的问题嘛 那就有全世界共同学习的这些社群 所以我觉得 未来会越来越多的是 可能就只受自己的作息时间 跟时区的这个限制 但是不再受 就是你能够找得到哪些学习资源的限制 因为有这个疫情 全球一起协作 一起学习的这个经验 那在未来各种各样的题目 包含刚刚讲到 气候变迁的题目上面 就更容易通过所谓的 允许发展目标 去找到一起解决问题的一些伙伴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大概未来可能就不会再说 分科分什么的 而是说 那你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扣合到哪些永续的价值等等 有一九位朋友们问说 其实唐政委在后疫情时代 从数位跟人文的角度来看 是什么是台湾可以带给世界重要的价值 我想如果一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民主本身是一种 social technology 是一种社会科技 那这个是在我们平常疫情前 比较少这样子去用 我们想到科学的时候 常常想到就是自然科学 那想到技术的时候 常常想到就是产业工业所用的技术 但是人文里面也是有技术的部分 怎么样好好开场会 怎么样有一个开放式的共同的空间 怎么样做这个民主的不同的发言的制度 投票的制度 空间的营造规划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从设计到艺术的这整个光谱上面 有非常多可以一起探究这些事情 那民主本身也不是说 我们每四年投一次票 每个人上载大概三个位元的资讯量 就算做民主了 那个是在当年那个频宽还非常少的时候 发明出来的一套制度 当然已经比所有其他不好的制度可能稍微好了 但是在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就不是满足于说 这个每四年或者是每一季才能够改一次政府的方向 相反的 我们用了非常多自通讯的技术确保说 当任何人看到像刚刚讲到的口罩的规划 在城市跟乡村有查局 或者是一个小男生打电话到1922 然后说我口罩都只拿到粉红色的怎么办 那隔天这个下午两点 所有人都穿粉红色的口罩 然后之类 就是说所有这些方式都是在加大民主的频宽 让大家确保说我们不是每季 或者是每四年才能够表示一次共同的意见 而是随时随地 透过其实有点像今天slido的这样子表现意见的方式 大家就可以凝聚出一些共同的价值 然后就是可以就事论事的 一次我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有30个朋友想要讨论这件事情 那就翻转了传统上演讲 就是我要讲一整个小时 最后可能20分钟 而且一开始还都不会有人举手 到最后10分钟才有人举手 对那样子的一种 就是传统的就是讨论的这个模式 那这个是social technology 就是所谓的社会技术 所以民主作为一种可以输出的社会技术 而且越运用这种社会技术 就越不需要在疫情当中 好像在自由跟人权 跟公共卫生中间做所谓的权衡取舍 有非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 因为他们因应这个新的状况的贫困不足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好像不得不稍微lockdown 就是稍微这个限制大家的移动自由 稍微take down 稍微限制大家的言论自由 不然的话好像民主没有办法继续运行下去 所以这个全世界都看到民主的倒退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 在台湾并不是这样吗 我们言论下架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永远只有再加上更多的脉络的资讯 更快速的去确保说 新闻工作者能够取得 他们需要取得及时的资讯等等 透过让真相散播的比谣言快来遏止谣言 而不是说把谣言下架来遏止谣言 那所以同样的就是 我们是靠让疫调追踪 能够比病毒快 然后来确保说病毒的传染 不会变成全面性的这种群序 那不是说完全靠说 那大家就每个人都待在自己的行政区 不准移动不准跨区移动的这种方式来遏止病毒的蔓延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democracy as a form of social technology 我想是我们在疫情当中 已经疫情后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国外的 包含历史学家 包含这些做这个人文社会STS的朋友 现在就是大家都共用一个字叫做台湾model 不管是在假讯息的防治 或者是在防疫 或者很多其他事情上面找 台湾model应该就可以找到很多 有二三位朋友们问说 有关振兴五倍券网路平台 HTPS5000.9V.TW大当机 1922疫苗预约平台当机 政府平台要怎么样子提升 我们现在1922平台 大概一个瞬间可以处理 18万到20万左右的人的流量 那如果每一个来预约的 大概花三分钟就就是完成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批次大概是120万或以内的这个人嘛 所以稍微算一下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说应该是12分钟左右 就可以消化到全部进来的流量 那但是当然12分钟还是很久 所以我了解大家鞭策我们的这个意思 不过我们在最近几轮大概有两个就是新的调整嘛 一个是说会很明确的告诉你会等多久 那如果超过14分钟的话 等多久是不显示的 但是我们看最近几轮都是持续有显示 所以表示说等的时间都控制在14分钟以内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大概就是等那个数字跳完 大概你就可以去预约了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后来分析后台 发现说 其实在最近几轮一直都有超过实际的 有预约资格的量的人来预约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会先登入 登入之后发现自己其实没有预约资格 所以他是把试着预约当作一种检查 自己有没有资格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前一天送简讯 并且也在整个1922平台 在开始预约之前 就让大家可以先查自己有没有资格 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时候预约 如果没有的话就先不要来预约 那这个也有一点用 所以在前面两次可以看到 这个有这样子的预查的情况下 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流量预查完整 就没有进入这个预约的这个流程了 所以随着大家更知道说 可以预先查询 你是不是有自己有预约资格 以及更习惯说 前一天简讯预约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指挥中心 继续控制在每一轮的每一次预约 有分流就是大概100万人左右上来的话 那下一次他等待的时间 可能就不会是12或14分钟 可能就会更加的缩短 那所以我是还蛮乐观的 上次的情况也有一个 就是预料之外的变数 就是有很多朋友花了三分钟 还是没有完成预约 所以没有按照我们算的那个排队时间 导致后面的人排队时间稍微加长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预约的那个行政区就是额满了 所以他们就被迫跨区去预约 那跨区预约当然就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那这个相信大家看这几天的新闻 也了解到说是有一些地方政府 他们在规划量能的时候 可能在沟通上面 事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那所以随着未来地方政府开量能的时候 可以开到组额 那我想大家的等待时间就可以继续缩短 反正每一轮都可以是建立在这样子的 学习的基础上面 把下一轮规划得更好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二十位朋友问说 请问在AI当道的时代 人文专业背景的人有什么样的优势 应该怎么样充实自我 这要看AI对你是什么意思 AI对我的意思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也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什么是辅助式的智慧呢 就是电脑专注用在连接人跟人 而不是用来取代人 变成人连接电脑 我干脆就电脑连接电脑 也就是说像我常举的例子是 我戴这副眼镜 那这副眼镜就是所谓的assistive technology 辅助式的科技 简称辅具 就是我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戴上是为了看得更清楚 那这个就是所谓alignment 就是它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我如果戴上反而看得更模糊 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广告跳出来 我过十秒才关得掉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广告上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就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那同样道理 就是它必须要accountable 就是如果我带一带 发现螺丝松了 怎么样 那我应该可以自己 就是看个YouTube上影片 就可以维修 或者是带到 转角的什么眼镜行 它就可以维修 不用付上千万的授权费 给原厂这个 还要原厂的授权 肯认 我才能够去维修 所以这个是 所以给得出交代 就是它accountable to me 如果它的运行跟我的价值 有所违背的时候 到最后能够改的人是我 而不是什么别人 那如果没有这两个价值 就是alignment accountability 就是价值的对齐 跟给得出交代的话 那它就变成不是辅助师的智慧 不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它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威权式的智慧 我们可以想象 辅聚就是把能力 就是尽可能的放回到 本来可能有一些障碍的人 让它能够很完整的参与 整个社会 这是assistive technology的原因 但是authoritarian则不是这样 它是把本来可能 还有的一些能动性 可能还有的一些人性作业 什么通通都收走 然后集中到变成 可能没有智慧市民 只有智慧城市的少数几个 能够控制那个智慧城市的参数 也不一定是人了 单位身上 那在这个情况下 好像所有人的能动性 都被剥夺 它可能短期间觉得很有效率 它不管挑什么KPI 可以一下子就最大化那个KPI 可是它的外部性是什么 是它剥夺它的后代 去想出新的做法的这种可能性 等于它是往后代这个提款透支 然后来让现在它arbitrary 就是任意的觉得重要的某件事情 而变成可以最大化 但实际上是牺牲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能够辨别这两个中间的差别 能够辨别说权力到底是更empowering 还是更disempowering 这个就是人文专业 如果没有人文专业的话 没有办法看到一个新的技术 出现的时候 脑里就马上警铃大作 而且可以很明确的说 那我们必须要去避开哪些可能的问题 哪些可能的陷阱 我们才真的能够assisted to everyone 就是真正能够辅助到所有人 所以怎么样子让科技能够来配合人 而不是硬要人来配合还没有成熟的科技 那这个就是人文专业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检视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哪些更assisted的可能性 那有没有哪些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引导它 变成更能够配合所谓的social norm 就是社会的常规 所以我觉得这个优势是很明确的 那要怎么样子充实自我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不是只是看人家写好的城市 或者是写好的论述 或者是做好的媒体等等 而是必须要参与其中 那参与其中也没有什么困难的 其实只要你用过失算表 大概就知道说拿人家写好的城市 改几个参数是怎么一回事 这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在你的生活当中 大概都可以找到一些 稍微运用这些 我们叫设计思考或计算思考 就可以去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简单的一些做法 那当你省到了10分钟的力气 每天那你就每天又多10分钟的时间 能够去混搭去remix 去成为一个maker 就是去做出别人也可以使用的 这种工具来 那等到你就发现说 每一个进来的新的科技的想法 你在脑里大概都可以把它拆解成一些 元件 而且你知道这些元件可以用什么方式 可以被用不同的方式组合 就好像在乐高或scratch或minecraft里面那样的话 那你就完全成为一个maker 这个时候我们才说 你有所谓的digital competence 就是在数位上面的素养 就是真的能够表现出 你自己对于数位的一个看法 而不是只是有literacy 就是看得懂他还做什么而已 那这个在所谓的从媒体试图到媒体素养 从各种的试图到各种素养 大概都是同样的意思 就是尽早就进入这个remix的这个世界里面 那我想大家在就是学业当中 应该也常常用到我们在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里面的一些资源 然后比如说维基百科开放截图 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那我会觉得整个creative commons开放式创新的社群 你越参与其中越会了解到说 那AI当道的时代 其实当道的还是这个整个assistive intelligence 所empower这个社会 我们还叫digital plurality 就是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的社会 那这个同样的还是需要人文专业的背景的朋友 来让我们不要跌入那个singularity的陷阱里面 有32位朋友们问说 那对于现在远端教育 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自己当然从就是14岁中错之后 大概就全部都是远端教育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是很珍惜像现在这样子面对面的情况 因为我可能9成99以上 全部都是在远端去进行学习 com 我给大家再留递 从这个组画身上 凯 mundial 今天你们再留一顿 个人 就正永烫 我应该说 是 我永远与其在一起 容易 他需要 宝兽 尔可 穆 rar 方 sop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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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部分就算他很可能是好几个时区以外的 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那就进入我们叫做 share reality就是共享的实境 那今年因为这个总是矽谷要找一些新的 去卖东西所以他们就在一本这个 很古老的小说我很喜欢小说叫做 溃雪Snow Crash里面找了一个很古老的字叫做 metaverse来形容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在 以后我们这种线上的教育共同学习的 这个环境这个环境的本身他不会每次都 从头清空那每次你带着你自己一些创意 进来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每次你得重新打一些 网址重新汇入一些素材什么而是你回来 时候他还在那里而且你随时回来都可以看到 前面的人留下来的这些笔记或者是这些讨论 或者是他做的一个公共艺术等等的话 那慢慢的就会变成像这种campus的感觉 就可以把它变成线上大家都可以共享的一个校园 那我觉得远端教育大概是在今年或明年吧 这些解决方案就会从实验室里面慢慢就走向 大家都可以实际的就很容易的去使用 也不需要有一个很强的什么VR的电脑 因为大部分的计算都可以在所谓的云端完成 那他要串流到我们的自己的平板或者手机上面就可以了 像我最近有参加开幕的一个叫做台湾闹 就是把台湾这边的场景整个全部串流到日本那边去 然后虽然有时区的差别 但是就是有一种共同在同一个现场 看这个花开啊花瓣啊 这些这个交响乐啊什么之类 那把我们这边的建筑全部都用点云去建模 那因为他是用一点一点的去建模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穿进建筑物里面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之类 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地点 他所能够传递出的人跟人之间互动的这些方式 就可以直接让线上的朋友进入同一个场景 大概在这一两年会变得比较成熟 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有一位朋友发现这边可以贴那个言文字 所以就贴了很多很多的颜色的爱情 这个揪迷揪迷 是非常谢谢 感谢大家的这个厚爱 好那我们就再往下 有39位朋友们问说 上成文政委有关2030双语国家的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议题当然现在是显学之一嘛 那所以他就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说大学端增设权语科系 对提升台湾高等教育国际经济业的帮助 以及愿景 以及二 110学年度各大学增开权语 或者中英混合收科课程 对学生的成效 是不是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国际观 以及外语能力 其实这里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很容易进来的一个地方 因为像我这个用英文讲或者听 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国际的很多场合 可能因为口音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就是频宽的限制 等等 他还是就是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听得懂 能够了解 那所以我们在国际会议的时候 现在就是会有assistive intelligence 在不但帮我们这个美机 去背景 什么这个噪音消除等等 然后还及时的去把字母都打出来 那如果对英文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那同时看这个字母 那他底下还会有一层翻译 现在这个都是免费 就可以做到的技术 那如果再下一步的话 应该就是去match 讲话的那个人的嘴型 然后直接帮他配这个翻译好的那个声音 那如果再往下一步的话 就进入deep fake 最近这个几年蛮红的 那最近几天 在台湾特别红的一个题目 就是那他就不管随便讲什么 那但是只要助教觉得说 这边应该补充一段话 你就刚才帮他key一下 然后教授就当场多讲一段话出来 那所以在这些 就是share reality的技术的协助之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专注在说 有哪一些是透过英语 比较容易或者才有可能 掌握到的社群 或者是文化的空间等等 也就是说as a second language的意思 就是说你掌握了这个语言之后 让你能够多连接到一些人 而不是说好像只是为了用英语而用英语 这个跟我刚刚讲 城市设计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不会觉得说 你特别要学什么城市语言 任何人问我要学什么城市语言 我一律是说你看你的这个同侪 在做同样研究的人在用什么 你就用什么 如果他们用Excel 你就去用Excel 不要觉得说好像Excel不是城市语言 它其实也是函数是城市语言 那所以当然我如果要政治正确 应该要说 Liberal Office Calc 但无论如何就是试算表的那个语言 所以用任何一个环境 它都是为了跟其他的人来沟通 那你旁边的人用什么样子的城市语言 就用什么样的城市语言 所以英语也是相同的一个意思 那如果在这门课上面 就是不管你啊 助教啊老师啊等等 觉得说那他用英语的表达 因为大部分人用英语听 不是太大的问题 看是完全不是问题啊 那主要是表达的状况 那你也可以试着就是导入一些 辅助式的这种技术去确保说 就算你就是讲的有点结结巴巴 有点词不达意等等 但是没有关系 它infinitely tolerating 就是可以直接把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换算成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句子 那我想很多语言学习 包含duolingo啊等等 都已经让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技术的应用的实际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掌握这些辅句吧 我觉得比一下子就把英语冲到什么程度 要来重要 为什么因为你掌握这些辅句的话 未来你如果需要日语啊 西班牙语啊 或者随便什么语系的话 那你就完全用相同的一套 你就可以进入那样子一个社群去 可以善用机器翻译等等 那但是如果你专门学英语本身 当做一个目的的话 那这样子的就是学习方法 就比较难带入到新的社群去 因为是把英语本身当做一个科目嘛 那以上都不代表那个教育部高教师的意见 或者资科师的意见 是完全纯粹我个人的学习的一些经验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有38个朋友们问说 城乡差距对于数位人文的推动仍然是有影响 不知道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大概两个切入点了 一个是说城乡中间的差距 如果是奠基在说 他在乡下不知道要进入哪一些学习的社群的话 这部分是网路取代马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 教育部在这方面有多年的投入嘛 数位机会中心大小学办 现在大学社会责任高教生根等等 都有非常多在做这样子一个题目 所以我是觉得在台湾这个 我们也在疫情这两年看到 虽然疫情让我们短暂的 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中小学被迫数位转型 惨遭数位转型 但是因为软体上面 大概国际上面这些软体 在前一年大概都已经改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在这一年又已经确保说 不管是平宽设备等等 在之前前瞻的预算之下 大概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专注在教材教法上 因为搞了半天却最难转的是老师 其实学生都已经很熟练了 对那但是老师花了两个月 好像也就做到了一个程度 所以这部分我是蛮乐观的 就是在疫情那两个月 让很多国中校的老师 发现说原来这个也没有那么难 的这个情况下 那未来他就会在适合用数位学习的情况下 包含说假设偏向小孩 现在好像是可以去借平板 平板当做图书馆用 那未来如果要整个规划到说 函数假也可以让他回家去使用等等的话 那这个还是要建立在学校老师 是把学生手上的平板或手机 当做是教具 而不是当做好像要跟他竞争注意力 而且每次老师都抢书的东西 那但是就是由这两个月的经验下来 我想越来越多老师会发现说这个真的是教具 透过像slido这种做法 你可以把大家手机都征收过来 所以大家想要po废文 想要按赞什么那种 那种就是冲动还是可以满足 但是到最后就是全部的注意力 还是会回到课堂上面 那所以越多这样子的arrangement 那我觉得对于未来就是 我们不是只是弥补城乡差距 而是可以在同样的课堂里面 把城乡缝合作为的双试教学 或者是就是多空间教学 刚刚讲share reality 那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一个进入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可以反过来 就是刚刚讲到share reality的情况 我们以前城乡有差距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特别在数位推动上面 就是因为我们在有宽屏的地方 有光线的地方 我们受到那个光线 到底能够牵到哪里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是在偏乡的话 你很难是在你所在的地方 分享你所在的地方的地景 人文一些活动等等 给所有的人知道 变成是你要先进入教室 或进入什么文件站 或什么之类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去分享 同样是关在很多 就是房间里面的人 的一些比较抽象的知识 那这个时候 他很多很强的 这些社区的 这个营造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口传的人文的历史 所有这些 他就被压缩到变成 只有能够放在16比9的格式里面 那些才存在 所以感觉上是有城乡落差 但事实上 他是比较丰富的那一方 所以不管是现在5G的普及 或者是接下来pre 6G 包含低轨道卫星等等 我们就是尽可能快速的把 这种共同在场所需要的宽品 带到户外 带到任何他实际所在的地方 然后不是他进入这个虚拟教室的现实 而是我们去进入那个实际的地方的现实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数位人员的推动 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正面的影响 希望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有33位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有没有建议给现在的大学生 应该学会什么东西 还是应不应该参加什么活动 对于未来感到非常的渺茫 怎么办 我觉得对未来感到渺茫 是很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是在一个 我们叫做referie 就是遐想 就是不是特别想要收敛到哪一个程度的那个情况 坦白来说 就是我自己每天醒来 大概都是在一个这种渺茫的 悬浮的注意的这个状态 为什么是因为 我前一天都会把那一天我学到的都公开出来 都刚刚讲抛弃著作权 放到创用CC里面 那所以我一醒来的时候 我又没有急着要做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才真的能够去看到说 那今天发生了什么 跟昨天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就会勾起我的好奇心 那我就会想要去学习 所以我会觉得说应该学会东西还是应不应该参加什么活动 尽量不要有一种好像你昨天的那个你去控制你今天的这个你需要学习什么或者应该学会什么 相反的我觉得应该是说你醒来然后觉得哪一个东西有趣有兴趣 然后跟你本来所学的东西看起来可以怎么样结合 那每天就可以去做那一天一点点的创造 那只要你创造这个能够在那天结束之前传播到超过一个人 就算只有1.02个人平均 举例来说 那这个也是R值大于1嘛 我们就知道他会go viral 就是说到最后你明天也不一定要专注在这个题目上 而是你想到这个点子 这个想法 因为你公开出来 所以至少有1.0几个人看到了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指数型的成长 所谓的idea worth spreading 就是值得传播的想法 那就会透过你当作载体 然后增加他的R值 就是增加他的传播数 所以我是蛮建议说就是醒来 然后自己觉得社会或者环境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 或者就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你有好奇心 那在一天结束之前就不管把它写下来啊 或者是创作出一个作品啊 或者就是有一两句新的想法 然后就直接把它放到commons 就直接把它公布出来 那我自己就是这样学识的 而且就是透过这种好像乱入各种不同社群的方法 然后确保说 那我每次有一个新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脑里总会有几个 我之前接触过的社群 跟这个新的情况可以相互连接 那这样就不是好像因为你的科系 或者是因为你应该学些什么的分科分组 好像天上那么多星座 只有一个跟你有关系 不是而是说今天有一个不明飞行物 某一个方向过来 你对那个方向有兴趣了 那在他旁边的星星 不管本来是什么星座 你就结合起来变成自己的一个探索的一个星座 那你因为其实星座完全是虚拟的东西 星星是真的怎么连是虚拟的 所以你怎么样子把它连起来 这个创意这个想法 只要能够分享出去 那很快你就变成一个好像组织者 好像是一个新的价值的倡导者等等 那这样子这种渺茫的感觉 就会变成是帮助你找到新的方向的东西 而不是觉得好像你非得 把自己套进某一个已经分好的星座里面的那种感觉 有35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堂尔委员 对于淡江的AI创制学院 有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虽然2021年全台增加了高达12个 与人工智慧相关的科系 但其实在台湾 人工智慧人才的需求量 好像没有那么高 就像我刚刚讲到 就是如果你是用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慧的方法 再看生活的话 那其实你生活上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去再导入一些新的辅具 所以你要问说 这个台湾的产业需要哪些人工智慧人才 我常常就觉得说 那这好像说台湾的产业需要哪些哲学家 这当然不太work 因为哲学家这个概念就不是套进产业里面的概念 但是哲学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确保说 当有一个就是新的实际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在脑里有一些思路可以把它走通 就是它可以放在你的思路走得到的某个位置 而不是说看起来就完全好像是在一片迷雾里面 完全没有办法走出那个迷雾的情况 所以哲学训练跟所谓的产业应用 它并不是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子的应用 而是透过这样子的训练 你可以在就是刚刚讲那些潮词 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 立刻就可以看到说 那我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个状态 跟这个潮词中间有哪些思路可以把它走通 就会变成是它能够进入我世界 而不是好像我去迎合 好像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这个跟不上时代 什么这种感觉就会变得比较笃定 同样你如果是在产业里服务的话 你旁边跟你一起工作的人 也都会因此变得比较笃定 那这个的需求可以说是无限的 因为每一个产业都需要去迎接新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也是蛮鼓励大家 不是学AI 就是好像是学特定的技术 特定的语言等等 那些就是一些借口 让你能够去练习 怎么样子去把科技带到 能够搭配大家 能够辅助大家的这些地方 那你创造出来这些 也不是为了去取代特定的人 去扰乱特定的产业 而是去想说 如果有这些技术 像刚刚讲共享现实的技术 或者是今天透过这个video conference 把人跟人之间连在一起 放在together mode slido等等这些技术 以上的这些资通讯的技术 里面也用到很多机器学习 但它不会造成任何威胁的感觉 为什么因为本来并没有特定的人 在做这些事情 它是在完全本来是 人没有办法做的那些地方 去透过机器学习的能力 去确保说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普通的手机镜头 也不用戴耳机 就可以把彼此听得非常的清楚 那如果你的创作 就是所谓的辅助式智慧 都是在这方面的应用的话 那随着技术的进步 那你就不会感觉到威胁 但是如果你是很特定的技术 搭配着很特定的硬体等等的话 那只要有新的硬体 能够做到一样的事情 那你立刻就会感觉到威胁 因为本来是把自己训练是好像工具人这样嘛 但是现在有更强的人型工具出现了 那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又要就是失业了等等 所以是专注在人上 专注在体验设计上 专注在去看到这个植物流程里面 哪些可以再设计的地方上 把它当作一种思考的训练 类似哲学这样思考的训练 那我觉得就不会有一种 好像你一定要产业开除 所谓的AI职缺 才能够去就业的这种感觉 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那有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我最近这个阅读哪一本书 推荐哪一本书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我的Kindle开起来才对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最近在看哪一本书 我最近其实是在看 有一本论文 那有一本论文叫做 How AI Fails Us 就是AI怎么样子让我们失望 不过他还没有出版 那但是我已经为了AI年会 有录了一个叫做 From Singularity to Plurality 这个在我们Pedis的频道 可以看到那里面有些citation 所以可以从那边找到一些 最近出版论文或者书 那From Singularity to Plurality 就是从起点到重点 大概在讲的 就是我刚刚的这套想法的一个延伸 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像Open AI 或者Deep Mind 或者Facebook AI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所谓的Human Competition 就是说他现在看这个经济体系里面 人做的哪些事情 目前是有薪水可以领的 然后他想要加上Autonomy 就是说用一些完全不用人去监督的这些机器 那做什么呢 就是替换掉这些人 但是随着这些事情 就是越被辨认越多 那就会变成说 像他想要所谓的Self Intelligence 就是现在所谓的一般性的智能 或一般性的智慧 他想要先做一个类似人好的东西出来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这是对于智慧的这件事情的一个误读 因为大部分的智慧都是在一群人中间出现的 所谓的集思广益 我们刚刚在讲扣照地图 或者是简讯实验制 或者这个疫苗平台等等 没有哪一个是我的创意 我的工作都是先做好一个 我们叫做Pro Social Space 就是亲社会的一个空间 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像Slido这样子 只能按在不能按虚 然后不能互相回文 然后大家都是匿名的 所以发言可以没有顾忌 总之是一个比较亲社会的一个状态 那你很难在上面变成炒起来的这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状态里面 自然好的主意好的创意就可以浮现 但是你说是哪一个人的主意 事实上是没有人 因为很多是匿名的 很多是有个代号 而且他都是在那个互动里面产生出来的创意 那你现在把这些互动空间全部都拔掉 然后问说里面哪一个人的脑袋 我们应该要复制他 那这一开始就是问错问听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 当然应该很快会出版了 叫How AI fails us 但是如果就是对这里面论点有些兴趣的话 可以先到我们Pedis的频道 那看From Singularity to Plurality 这样子一个算是一个摘要吧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30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委员现在企业跟高教圈都纷纷搭上联合过永续发展指标 也就是SDGs的列车 要求每个作为以及预算的用途都应该对应到这17项指标 实际上很多很细 169项细项指标 但真的细看各项指标细项的话 又不能够真的与该指标意义去相符 像这样硬要把一草一木跟SDGs做连接 只能满足所谓形式主义上面的表现 但是如果真的要让高教环境能够结合SDGs的话 那么委员认为校方应该怎么样实行 才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 这个当然就好像说你到图书馆里面 那如果一开始完全不知道 自己想要看的书是放在哪个书架上 那你学个什么石精卫分类法 这个绝对是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发现说这个每一本书 特别是现在跨领域的或者是论文等等 其实都会横跨好几个分类 然后在那个时候就硬去说 那这个就是这一类或者就是那一类 或者细到说这本书里面的第二章是哪一个分类 那当然就已经进入好像走火入魔的那个程度 所以当然不是说这个细项指标 或者是实气象分类 就是要一定要把一草一木都编目上去 我想当时我们在USR做USR地图的时候 说要分实气象指标 并不是说你不能自己再加上你自己的新的想法 也不是说你不能去做实气象指标以外的东西 更不是说你做这个题目不能同时横跨169项指标 里面非常多个 所以我是觉得传统上是所谓的taxonomy 就是什么都要接门 对接门干部科述种 这个跟我们现在比较是把SDG当作focxonomy focxonomy就是类似主题标签hashtag 就是你随便想到什么前面加一个景字 你就又多一个分类 可这个严格来讲也不是分类 这个只是类似一个讨论频道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你讲的这句话 你加一个hashtag SDG13 那所有关心SDG13的朋友 那就立刻可以在hashtag搜寻里面找到你 然后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出类旁通 去连接到所有在做这个题目的朋友 但是那不是说这句话 这整件事情就一定是就commit进去 去做气候变迁对策 或者是去做到哪一个细项 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说 满足形式主义表现并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 但是不是说精力都放在形式主义的表现上 那硬要有形式主义表现的时候 也尽可能去想怎么样把它当作是 随着那个文字或者随着那个计划的变化 你可以随时加上去的一些主题标签 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框定之后 好像他就没有办法去跨到别的 因为SDGs实际的意思其实是说任何事情 他的社会的效益 他环境的效益跟经济的效益 要算一本总账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不管从哪边开始 到最后你还是会碰到别的目标 如果你进入某一个分类 而完全不管别的目标的话 那反而没有说你要同时照顾到环境价值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所谓三重底线的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我想任何分类都是一个开始 到最后就是17个都要联系到 当你17个都联系到的时候 其实脑里也就不用再去背那17个 因为自然这种三重价值互相加强 这种感觉就会进入你的研究 你的学习或你的创造里面 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有33位朋友们问说 我想知道关于defake的防治跟预防 其实defake防治跟预防 跟我们怎么样子去在二维的情况下 批图的防治跟预防 是完全一样的 那它的差别只是在说 大家所谓的眼见为平的那个level 随着技术的进步 然后现在就发现说 越来越不能够眼见为平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它是个习不习惯的问题 我是觉得蛮幸运 就是台湾非常热烈 在讨论defake的时候 不是像在其他国家 刚好是在选举前一点点的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刻是最不适合讨论 怎么样子做假讯息危害防治的时刻 因为任何一句发言 都会被当成有政治目的 那我们现在刚好是 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大家就是刚好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很快大家就发现说 真的任何人用手机上面的换了app 以前只能换就是照片的 那现在换影片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现在最大的挑战 如果你要合成一个人讲话的话 还是那个比较细微的嘴型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很快技术也可以克服了 那如果没有克服的话 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假讯息 散播的那些YouTube channel 他就就是非常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要么戴个口罩 要么就是用个很大的麦克风挡住嘴巴 然后就解决这个问题 他所有其他东西都可以合成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大家发现说这是commodity 就好像是这个美机修图等等 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去调整我们的社会常规 我们就会变成说 你看到任何影片 就好像现在看到任何照片都说 这一定是合成的一样 你要看到任何影片 你就会觉得这一定是合成的 除非他一开始有一个notary 就是有一个公正的动作 那这个公正动作 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做 有一个什么蓝勾勾 什么的当然是一个做法 有所谓的官方频道 你可以去验那个网站的评证 这也是一个做法 有非常非常多的做法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 就是他是在某时某地发生的 现在有一些公正的做法 是去量当时当地的 旁边的各个基地台的什么电波的强度 什么之类 非常难以伪造的东西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杂抽 然后放到分散式账本面等等 就是按照你想要公认的 那个程度的信任度 我们总会有一些类似 能够达到这个信任度的技术 能够去确保它的公正性 那我觉得未来就像 现在大家觉得说 不要因为一个名人的照片 放了一句名人的话 就觉得这句话一定是他讲的一样 我想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会真的觉得这样一定是他讲的 因为P2真的是太容易了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在下一次选举之前 也就是接下来几个月 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的去试这些工具 当然在合法的范围内 然后了解到说 在未来可能就是你看到任何影片 就把它当作是假的就是了 除非有某种公认的公正的这种方法 那等到大家都进入这个 类似戴口罩请洗手 就是心里面已经有心房的时候 那突然间这个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我想任何新的技术 包含当年的那个什么洞新闻 什么大概都是经过一段这样子的过程 不是说电视演得出来就是真的 那希望这个可以加速这一段的进行 不过我真的觉得很幸运了 是在两次主要选举中间 那大家开始探讨这个议题 有29位朋友们想要听说 要怎么样跟疫情共处啊 生活形态或者是思考方向 跟以前有哪些不同之处 我想这里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share reality 但是这确实是各国在疫情的过程里面 比我们更早而且更剧烈的惨遭数位转型 之后大家就发现说 那我们觉得我们近的这些人 可能是因为这个疫情每一个地方 他这边进入三级境界 那边进入四级境界 反而是最不容易在一起 但是远的这些朋友 因为有相同关注的兴趣 那因为大家都已经转换成 愿意使用视讯或甚至是虚拟现实 那彼此沟通了 所以虽然他的物理距离远 但是因为价值距离近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连接在一起 我自己的工作也是这样 我以前都必须要实际去某些国家 才能够见到我的counterpart 就是跟我类似职位的人 那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年纪通常比较大 那他们年轻的时候也用过视讯 但当时的体验非常差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用视讯 就比较只相信面对面的谈话 所以不是他飞过来 就是我飞过去 那我如果要视讯 因为我通常都是视讯 那大概就只能见到中介的官员 或者是中介的决策者这样 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发现说 视讯是一个很好体验 不用戴口罩等等 所以我现在就常常早上六点多醒来 那就南美北美 我的counterpart 那一起参加panel 一起讨论事情 那随着时间到中午 那就移到印太地区 然后随着班外 那就到非洲跟欧洲 那就不会有以前那种还要约什么场地 担心有人会翻桌 举派抗议 护照 验不进去只好派个机器人 等等的那种情况都变成过去了 现在就是随时 我想到一个新的题目 那我就想说 这个国家 他的Digital Ambassador 那个国家 他的Digital Minister 之前发表过跟这个的想法 那我们就稍微 互相传个email什么 约个时间 立刻就在线上就可以开始聚会 开始见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跟以前的思考方向很不同 以前是你要层层的往上 透过正规的外交管道 然后再层层往下 然后让事务官终于安排时间 跟你打个电话或视讯 但现在就是好像大家都是一封email 或者是传个及时讯息 那就可以直接call一个working group在一起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 这个真的翻转了 不只是外交 任何跨国的讨论 在特别是政务层级 那是跟以前非常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跟疫情公处的实际的经验 那我想这个也可以就是 转换到任何其他 就是不是政治界 你只要觉得 那你能够解决某一个其他市区的问题 那你的就业也好 你的研究计划也好 你就不会被困在这个市区里面 你就可以立刻用所有的市区的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 那有22位朋友们问说 关于疫情之后 远距教学的影响跟冲击之下 往后教育或数位化 是不是有第二曲线的可能 而不是在扮演辅助的角色 而是说 就是所有其他的领域 都来帮助教育 且跟帮助数位化 我想帮助教育是有可能的 那帮助数位化则未必 因为我对数位化的想法 仍然是刚刚讲到辅助智慧的这种想法 我不会觉得说 大家应该要用尽一切方法 把本来是类比的 纸本的面对面的东西 都变成数位 我丝毫没有这种想法 刚刚提到的这些新的在疫情中间 我们创立的一些制度 都是奠基在你愿意才过来的 这个前提上面 也就是说你不想去药局排队的话 那我们也尽可能去让在地的卫生所 在地的社工等等 有主动递送到家的这种服务 那等到大家养成去药局排队的习惯 那我们现在当然 就是慢慢这个收了 但是当年有便利商店 这个插健保卡 那为什么是插健保卡 不是金融卡 就是因为这个要 carry药局这边的习惯 但是如果你不想去便利商店 不想上网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药局 也就是每次有一个新的 数位的想法出现的时候 他不会去把本来的一笔的东西拿掉 我们去做简讯的十连纸 我们也从来没有说 你不能用纸本 因为大家手机都可能坏掉 或者是说 你可能不相信你的电信商 这也是有可能 你比较相信那个在场的单位 也就是我们不会 因为疫情或数位化的关系 打着数位化的大旗 然后说你必须要去信任一些 你本来比较不信任的人 或者是你必须不信任一些 你本来其实比较信任的人 那这个关系还是尊重你的实际的状态 所以我们一方面当然有简讯十连纸 但二方面我也看到很多 平乡的这个村长 或者是部落长老 就帮他的很多比较年纪大的一些长辈 就直接磕那个连续章 就是不用特别去沾印尼的那种印章 那所以他以后到有十连纸的地方 因为有些他不会写汉字 或者是他书写有困难等等 那他就不管看到什么 只要看到看起来像格子的东西 就盖个延续章就进去了 那这个就是很棒的类比的创新 事实上这个速度我量过 比扫QR Code快太多了 所以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率的一个做法 对那我们如果一开始就由上而下的时候 我们发明了简讯实验制 所以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扫码器 或者是你就十本都要收起来 那我们后面也不会再看到 那么多的创新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数位永远都是在一个辅助的角色 是大家觉得comfortable 觉得安心 觉得真的有省到力气 慢慢自愿的migrate过来 所以他一直都会是辅助的角色 那他可以辅助教育 那也可以辅助社会上面 大家觉得重要的任何东西 那我大概不会把疫情后 什么什么当作是就是应推数位的任何借口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很可贵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管是有任何的新的想法出现 其实民间永远都有更多更好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公务员也不会有一种 好像我就要设计一个one size fits all 就是一次解决所有困难的东西 因为一来一往之下 大家都发现说民间的创意 民间的解决方案 其实很愿意跟我们公部门分享 像刚刚找的G&V临时政府 这些朋友 那在其他的国家 如果他没有那么丰沛的民间的创新的能量的话 那他很容易会进入一个那还是什么都要国家决定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台湾我们可以把民主 作为一种社会技术来发展 就是因为有很多他不在政府服务 但是还是好像公务员一样 帮所有人的福祉着想的这些社会部门的朋友 那这是特别可贵的 所以我们的数位化 大概也就是所谓social sector first 就是以社会部门来引导的这个方式 来进行数位化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想请问您对于塞尔瓦多正式把比特币 作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一个看法 我是觉得相当有创意 那也蛮好的 那比特币当然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技术上面的挑战 好比像说每秒钟能够清算多少交易 或者是说塞尔瓦多有没有搭配好的就是实名认证的系统 因为他如果没有架在一个好的实名认证的系统上面 那我们就已经看到很多就是整个钱包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这个情况 所以当他选了这样子一个技术路径 当然对于整个区块链 对于整个所谓链圈 他会是一个刺激 因为他就会真的碰到 你在治理环境里面要落地 你需要解决的所有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总比说 比特币或者加密演算法 整个非法 别的管辖领域有这样做 那总比那个好 因为他会刺激大家有所更新 那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下 我们是目前中央银行的可信度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情况下 中央银行自己去推CBDC 就是所谓的数位货币 他就比较不需要靠国际上面那些做比特币的这个算力 去证明说中央银行不会倒台 我们蛮相信中央银行不会倒台 所以这部分我们大概如果要做CBDC 不一定会调比特币的这个技术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净零这个路径 是我们现在各部会都commit的东西 那不能说中央银行忽然挑了一个 会大幅增加排碳量的 等于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都已经降低排碳量到某个程度 但是因为我们在用这个以比特币作为backbone的这个新的新新台币 那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省的这些排碳量全部都因为比特币挖矿的关系 全部又回到大气层里面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当然比较看好的是 现在像以太坊有很多的layer2 他已经开始去想说我们怎么样不需要烧那么多的算力 那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把智慧合约等等 去把它自动执行起来 那他底下的这个layer1 那未来完成这个升级之后 那理论上也不需要再烧那么多电 那可能到那个时候 以及每秒钟能够计算的交易量 高到我们真的能够把当作货币使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新的这个技术 泛程web3.0了 就比较真的能够成为我们治理技术的一部分 那现在因为排碳量跟 就是你要用这个proof of work 去证明的那个公信力 其实还低于我们中央银行的公信力的关系 所以目前我们并没有一个很强的理由去用比特币 但是等他在萨尔瓦多或者在其他地方 再多是几年的话 我是觉得蛮有这个机会 去开始把其中某些部分 变成我们治理环境的一部分 希望有回到这个问题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要怎么样子把原本僵化的人事物能够动起来 开始推动数位资讯的一种改革 我自己在省政院里面服务碰到数位转型的 大家都动起来 当然疫情是一个了 但是有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公共行政替代役的退场 那什么是公共行政替代役呢 就是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在就是公部门里面服务 那因为都是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 所以就会变成好像刚刚讲万用的工具员的 那样子一个角色 就是任何没有办法自动化的 那都可以交给替代役来完成 那只要在组织里面有一些这种万用的 不管是替代役还是约品 还是什么样子的角色的话 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他僵化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你需要新的弹性的时候 你就交给这些朋友去做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完全没有那个动力去说 那我一定要数位化等等 但是因为就是国防部的这个制度改变 所以替代役就退场了 所以我记得当时替代役退场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看到好像法务部吧 来了一个文说 他们要采购高速的扫描机 那要一些钱 然后想说为什么他突然要高速扫描机 因为后来发现他跟司法院中间交换的卷证 只有纸本才算正本 但他本来是电子档 所以他一定要印出来 把它改个章当做正本放过去 但是有时候那个形式的卷证 在那边也会有新的卷证过去 那他自己这边还来不及扫完 所以他又要把印出去的正本 在那边刚扫过的又印出来 然后再调回来 然后再当做正本 所以就是一份东西要扫大概三次 那以前大概都是替代役 或者其他约聘的朋友在做 但是因为这个黑抗减少了 所以变成公务员要自己做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快速禁止的扫描机 那当你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这个就是辅助失智 可以发挥用场的时候 就不是写什么机器学习演算法 而是想办法 让相当于盖隔章的那种证明的验章 就是数位签章的验章 让他变成一个自动化 在他的工作流程里面就可以做完 可以跨远去验证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地方法院 然后一路到最高法院 都引进了这一套自动验签章的这个系统 所以就再也不需要做资本的交换 那后来律师要跃卷什么都变得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重点就是在 去看到组织里面 有哪些职务流程可以在设计 然后去看到他的人力的经费的 政治意志的某个地方的这个缺口 那你一开始推进数位技术的时候 绝对不是要大家爆竿 要大家加班 要大家去达成新的KPI 而是解决这个痛点 那如果一开始是解决这个痛点 旁边的人都觉得省到时间 觉得省到时间的时候 他就会动起来 动起来做什么 去找本来浪费时间的什么别的事情 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类似的方式 去省更多的时间 那每一步都不是去用一个新的系统 节省人民一小时的时间 最后第一线的城邦 要爆竿两个小时 这种就是摊体下来 不永续的一些做法 而是每一步都省所有人 可能只有几秒钟 但是当大家变成一个习惯的话 都会不断的在工作流程里面去看 有哪些可以省几秒钟 省几秒钟的事情 那到最后 数位资讯的改革 就变得非常容易 因为大家的那个能动性 主动性变得非常强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看总统配黑客松的这个网站 那他里面有个历年的团队 大概就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这样子形状 就是帮所有人节省一些时间 帮所有人降低一些风险 那他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证明 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这样做 那然后总统颁奖给他 每年颁五个奖 奖杯是一个投影机 一打开就是总统颁奖给他的画面 就是那个省主盘 所以就是他花三个月做的事情 就好像总统证件一样 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里面 我们就会用尽办法 不管是人啊 钱啊 法规啊等等 让他变成全国性的一些政策 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 他花三个月的时间 并不是要加重大家的负担 而是真的降低大家的风险 以及节省大家的时间成本 那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多久 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88个问题 可能就变成类似随堂作业 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讨论的一些题目 好谢谢 谢谢唐鳳委员 我们先拍手 先感谢一下 那事实上 谢谢唐鳏